將軍澳藍田隧道與將軍澳跨灣大橋 在去年12月12日通車 至今已超過2個月 不過有地區人士發現 2條號資56億元 全長1.8公里的跨灣大橋車流稀疏 除了上下班繁忙時段 有巴士和較多的私家車行駛 其餘時段幾乎是往來堆填區 和工業村的重型車尊道 據聞可以選擇的公共交通工具 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似乎未威及他們 由跨灣橋啟用12月12日開始 到現在天橋行人很暢旺 成為了香港人的熱點 但是說回車路和入張南隧道的通道 使用量暫時未發揮到它的功能 因為有居民反映暢達度很高 減少了以往 即是張軍澳面對塞車的情況 現在就很少有的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想搭公共交通 包括巴士和小巴 其實在這條橋暫時是欠奉的 因應張南隧道開通 九巴開通了五條新線 當眾只有四條 是行走跨灣大橋 而且只是限於早上和下班的 繁忙時間行駛 我們在一個平日的下午 來回跨灣大橋多次 期間竟然未見有任何一架 公營交通工具 運輸處和兩間巴士公司 都提供了四條線 在我們日出康城開出 限於早上上班 或者下班 比較疏落的班次 其實很可惜 我也很認同 剛才我們一個中午時間 是一架巴士都未見到的 證明就是 運輸處和巴士公司公營的 交通工具 必須積極去提供一些交通 給我們接載我們的乘客 往來這個框橋和張南隧道 區內居民其實都覺得 湯城站的班鐵實在太疏落 以及地鐵的穩定性 都最近經常是故障 地區居民的心聲 都想更多的公營巴士 是可以取締或者填補一些漏洞 令到他們可以有選擇 方國山覺得 跨灣大橋除了具有疏道區內交通 分流港鐵乘客之外 亦都具有旅遊吸引力 由這個十二月十二日開始 頭一個星期簡直是迫爆行 現在我們都看到 他們的旅遊吸引力都在 假日都有很多旅遊巴士 來了我們框橋 變成一個本地旅遊的 激動的景點之一 另外一方面 就是聽到很多區內居民 甚至是外區來的居民 搭完地鐵之後 他們只是走 未完全感受到 這條框橋的沿路 那個景觀的壯麗 如果有觀光的巴士 是可以給市民 另一個選擇 將軍澳跨灣大橋 由2018年正式開工 至今經歷近五年 但開通之後 未有即時發揮它的功效 有研究交通政策的人士指 張嵐隧道和 跨灣大橋通車 雖然改善了 將軍澳隧道和區內的擠塞情況 不過暫時未能解決 接駁九龍的交通制塞問題 其實巴士公司 我估計去 通常都是開這些路線 開繁忙時間主要有問題 都是想看看效果是怎樣 因為第一 張嵐隧道通過車 全部都要下去查果嵐 才去到觀塘妖道 第二樣東西 你走張嵐隧道 也好張嵐隧道 就算現在這兩條路暢通了 但不代表其他道路都會暢通 可能真的要等五年後 中九龍鋼線通過車 有一條路 直接去到張嵐隧道之後 改善了 就是擠塞了 除了巴士班次疏落 漢城的客觀環境 對居民來說 乘搭港鐵的吸引力 始終較巴士和小巴大 張嵐隧道除了進行 在比較遠離地鐵站之外 大部份的居民 例如首都、領都、領海 都有一條天橋 直接接駁到商場 內一層就是地鐵站 巴士呢 因為在日出看城開 過往大部份巴士都要兜 張江澳南才能進隧道 對他們來說 那些時間可能搭地鐵 已經出到觀塘了 環保大道 運輸署回應指引營居民的建議 一直積極和巴士公司研究 試辦行經張嵐隧道的過海隧巴特別班次 可望今年3月試辦 另外因為巴士服務網絡 大致能夠滿足將軍澳區 包括日出康城的乘客 前往不同地區的需要 所以該處暫時沒有計劃 開辦途經張嵐隧道 和跨灣連接路的專線小巴路線